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新陵海企业集团富少游汉宁,6日驾驶蓝宝坚尼狂飙,在北市自强隧道中撞上工程车,酿243伤的悲剧。 其中一名工人张浩远,今年5月刚满20岁,目前在新光医院治疗,右手臂开放性骨折,牙齿被撞断, 事发当天他本来还要赶去超商工作,没想到却遭遇车祸。 据苹果报道,父母离异的张浩远,还有一位正久读大学的姐姐,张浩远身兼二职负担佳绩,正值巡检维修度登之余还兼职超商店员,车祸造成他的右手开放性骨折当场被削掉一块肉,肌腱,神经也受损,牙齿只剩下就齿能咬, 上下嘴唇也有缝针,进食很困难,张浩远表示,他完全不记得当时的情况,知己的当天早上8点还要赶去超商工作,醒来后就在病床上,为了不让家人担心,他还安慰姐姐,幸好自己还年轻。 张浩远透露,7日晚上照视着尤汉宁父母有去探视他,表示会负担他的医疗等费用,张浩远父母当时回应,很担心日后儿子的右手会无法工作,等情况稳定在盘。 工程公司老板卓南今天夜前往医院探视张浩远,张浩远担心自己耽误工作进度,卓南回复不用担心工作,并透露尤汉宁父母曾询问薪资及赔偿事宜。 费用地厘水延? starter 证 。